第179集 陈司马光说 作为君主 每一个动静和措施都不能不慎重 内心想的是 外表必然会显露出来 天下人都会知道 那时皇后太子全部安然健在 汉武帝却下令将沟业宫门改为姚母门 在名义上是不妥当的 正因为如此 才使江华之徒揣摩皇上的心意 认为他非常宠爱幼子 想立幼子为皇位继承人 于是产生出危害皇后太子之心 终于酿成污谷祸难 可悲呀 赵国人江冲被任命为水恒都尉 当初江冲本是赵敬肃王的门客 因为得罪了赵王太子刘丹逃出赵国 来到朝廷告发了刘丹的隐私密室 刘丹因此被废除赵国太子之位 汉武帝照江冲入宫见面 见他仪表堂堂 身体魁梧 衣着清暖而华丽 暗中称奇 与他谈论一番正事后 汉武帝大为高兴 从此对江冲宠信 封其为直使秀医使者 让他多查皇亲国妻天子晋臣中的 违背体制奢侈不法行为 江冲检举参和毫无避讳 汉武帝因此认为他忠正直率 所说的话都合汉武帝的心意 江冲曾随汉武帝前往甘泉宫 正遇上太子刘具派遣去甘泉宫问安的使者 坐着马车在皇上专用的池道上行走 江冲便将其逮捕问罪 太子听说后派人向江冲求情说 我并非是爱惜车马 实在是不愿让皇上知道 认为我平时没有管教左右 希望江先生宽恕 江冲并不理睬 静自上奏 汉武帝说 做臣子的就应当这样 对江冲大加信任 从而使江冲危震惊事 四年 雾子 公元前九十三年 春季三月 汉武帝巡游泰山 人武二十五日 在明堂祭祀高祖刘邦 以知佩祀上帝 并在此接受各郡国记录 户籍财政情况的布册 鬼魏二十六日 在明堂祭祀景地留起 贾身二十七日 扩建祭天神坛 禀去二十九日 在十旅祭祀地神 夏季四月 汉武帝巡游布祺山 五月返回长安 前往建章宫 夏孝大赦天下 冬季十月 贾颖会三十日 出现日食 十二月 汉武帝巡游至雍 祭祀于武 然后西行到达安定 北地两郡 征和元年 吉丑公元前九十二年 春季正月 汉武帝返回长安 前往建章宫 三月 赵王刘鹏祖去世 刘鹏祖取的是 江都翼王刘飞的宠姬 捉姬 生了一个儿子 取名刘捉子 当时捉姬的哥哥 在皇宫中当宦官 汉武帝便照他询问 捉姬 为人如何呀 捉姬的哥哥回答说 他为人欲望太多 汉武帝说道 欲望太多的人 不适合当国军管理百姓 又问吴使侯 刘昌的情况 捉姬的哥哥说 刘昌既无过错 又没什么值得赞扬的地方 汉武帝说 这样就可以了 于是派使臣 立刘昌为赵王 夏季大汉 汉武帝 住在建章宫 看到一个男子 带剑进入中华龙门 怀疑是不寻常的人 便命人捕捉 该男子弃剑逃跑 侍卫们追赶 未能擒祸 汉武帝大怒 将掌管宫门出入的门侯处死 冬季十一月 汉武帝征调三府地区的骑兵 对上林院进行大搜查 并下令 关闭长安城门进行搜索 十一天后 解除戒严 巫谷士开始出现 丞相公孙贺的夫人 魏君儒 是魏皇后的姐姐 公孙贺因此受到宠信 公孙贺的儿子 公孙靖生 接替父亲担任太仆 骄横奢侈 不遵守法纪 擅自动用北军军费 一千九百万钱 事情败露后 被捕下狱 这时 汉武帝正照令各地 紧急通缉杨陵大侠客 朱安氏 于是 公孙贺请求汉武帝 让他负责追捕朱安氏 来为其子公孙靖生赎罪 汉武帝批准了他的请求 后来 公孙贺果然将朱安氏抓捕 朱安氏却笑着说 丞相将要祸及全族了 于是 从狱中上书朝廷 揭发说 公孙靖生 公孙靖生 与杨氏公主私通 他得知皇上将要前往甘泉宫 便让巫师在皇上专用的池道上 埋藏木偶人 诅咒皇上 口出恶言 二年 庚引 公元前九十一年 春季正月 公孙贺被逮捕下狱 经调查 罪名属实 父子二人都死于狱中 并被灭族 汉武帝任命 卓郡太守刘屈毛为丞相 封其为 彭侯 刘屈毛 是中山晋王刘胜的儿子 夏季四月 狂风大作 房屋被掀起 树木被折断 润四月 朱易公主 杨石公主 及皇后之地 魏清的儿子 长平侯魏抗 都因巫骨案而被处死 汉武帝 寻游甘泉 当初 汉武帝二十九岁时 才有了丽公子 对他非常喜爱 刘居长大后 性格仁慈宽厚 温和谨慎 汉武帝嫌他不像自己那样 精明强干 汉武帝平时宠爱的王夫人 也生有一子 名叫刘洪 李姬生二子 刘弹刘须 李夫人生一子刘 皇后太子 因皇上对他们的宠爱 逐渐减少 常常有不能自安的感觉 汉武帝察觉后 对大将军魏清说 我朝有很多事都还处于草创阶段 再加上周围的外族对我国的侵扰不断 朕如不变更制度 后代就将失去准则依据 如不出师征伐 天下就不能安定 因此不能不识百姓受些劳苦 但倘若后代也像朕这样去做 就等于重蹈了秦朝灭亡的覆辙 太子性格稳重浩敬 肯定能安定天下 不会让朕忧虑 要找一个能够以文治国的君主 还能有谁比太子更强呢 听说皇后和太子有不安的感觉 难道真是如此吗 你可以把朕的意思转告他们 魏清叩头感谢 皇后听说后 特意摘掉首饰向汉武帝请罪 每当太子劝阻征伐四方时 汉武帝就笑着说 由我来担当艰苦重任 而将安逸留给你 不也挺好吗